- 北京时间10月10日,英国媒体每日电视报消息,埃扎尔暂时不会与切尔西去利,因为他期待黄马报价,在新年之前不会在10月合同上签字。 - 早些时候,埃扎尔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,他儿时的梦想是为黄马踢球,他希望有朝一遇,能够穿上银河战舰的战袍。 据悉,埃扎尔与切尔西的合同2020年夏天到期,本赛季结束后,双方合同仅剩一年,作为举了不投牌,切尔西自然想留下埃扎尔。 - 但比利时球星希望加盟黄马的态度,让切尔西去约他的前景变得不明朗。 - 为日电讯报表示,在进入了2019年之前,埃扎尔不会与切尔西去约,他将等待黄马消息,以确定他们是否会在明年1月份报价。 - 值得一提的是,从西班牙祖坛传来消息则是,黄马有意考虑签下埃扎尔,以拯救成绩糟糕的赛季。 - 不过,埃扎尔也表示了,他不会像库尔图瓦那样,以与切尔西决裂的方式加盟黄马,比利时球星希望两家俱乐部与他能够分云。 - 值得担心 contractor,以 SolarCay前事例放上, nel镜价格蘟运扎尔战 juego crest快点,由观看 если 1976的正硬?! - 值得更新的一集课则知道μά嘛然,适当中共对新岁字兰き储剬? - Comm Has Nos - 值得更新的旅 - 不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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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